踏入20世紀、21世紀以後 中國人是出現了一種異化的現象 這個是80年代 這個人民的那個人心的異化 是有人討論過的 現在是一種異化 這個異化是完全拋棄了 任何精神信仰和追求 現在出現了大量這種 所謂的中產階級 一個進的要往美國跑 賺了點錢 去了美國、加拿大 拿到綠卡宣誓入籍以後 他就拿這個五星紅旗 然後又說自己是中國人 然後又要當旗強派 在美國覺得日子比較沉悶 老是信仰難熬 想回到大陸去發財 但是你大陸那個發財 是因為這個貪污腐敗潛規則 再加上這個GDP泡沫的那個制度 你如果在美國受的教育 你應該知道這種社會是不正常 不然你為什麼要搬出來呢 好的